好 接續1600星期時間來關心 桃園連續三天停電 415又差點發生限電危機 而昨天台電總經理也坦承 當天有向民間買電 最貴一度12元 現在都還沒有夏天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因應呢 交給舒凱 好 確實來看這樣子的 一個缺電的一個傳聞 一直傳出來 首先我們看到4月15號 一連四部的機組都跳電 包括了大潭的8號機 還有明潭的456號機 統統跳電 那你可以看到 損失的電量這麼多 那麼限電危機就會出來了 這個缺口要怎麼辦 目前可以看到台電做法 是向民間大戶來買電 只是要花多少錢來買 大家也想要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到台電祭出了 需量競價的一個機制 最貴會買到多少 每度電來到12塊錢 而台電動作認為 這是天花板價 但是也被問到說 那你這一次損失的電量 你到底花了多少錢來去彌補 那台電這方面的回應是表示說 他們不知道總花費 目前還有待細算 那我們看到桃園連續三天都停電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當然會想說 現在還沒有夏天 三天都停電 你到底是不是缺電 對此台電一直嚴正的來否認 我們看到他們表示是天候 以及設備維護比較老舊的關係 所以台電表示 如果要加快付電的時間 他們將會加速的是桃園的潰線 自動化的建制 還有他們要盤種配電設備 以及人力支援的相關機制 好 接下來還有請教 蘇涵 金神銀行去年之前就傳出了 有意要找買家 至少有兩家以上有意願 但最可能會花落誰家呢 蘇涵 好 確實到底這門輕事會落在誰家 我們先來看一下的是投信圈最早的消息 是表示說金神銀行從2023年的下半年 其實就已經開始找買家了 他們的資本額是來到了111.12億元 總進值來到501億 總市值632億 大股東又怎麼樣來分佈呢 其實分兩部分 我們看到蔡天讚家族持股是將近三成的部分 董作代承制家族是來到7.57% 那看一下到底誰有意願 其實最早傳出來還有中信金的部分 不過現在表示中信金已經是出局的狀態了 那麼在首輪的非強制出價的部分 又是有誰呢 我們可以看到永豐金現在浮出檯面了 現在還有一個指示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消息是 金神銀行跟永豐金 他們都會在6月7號來召開股東會 所以市場就認為說 既然選在同一天 這其實是一個伏筆 就是為他們雙方的合併案埋下一個機制 那我們看到規模現在粗估會是500到600億 其實更勝所謂的金晶病 那除此之外呢 還可以看到的是可以幫助銀行來拓展 所謂中南部的市場 我們知道在這個金城銀行的部分呢 它是有65家的一個分行 那麼在這個永豐的部分又有幾家呢 是有124家 所以雙方加起來呢 其實這個市場是有的 那到底會不會拍板定案呢 外界就認為價格當然還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也傳出的是蔡佳 近期呢就會拍板定案 到底是降落誰家 好 我們繼續來看花蓮強震重創觀光 為了重振經濟 經濟部宣布從5月開始 針對東大門夜市推出兩大振興券 交通部呢也宣布 預計投入30億元的經費 好 我們來看到這一次的補助 到底會怎麼來走 首先我們就來看到的是 花蓮強震之後 我們知道重挫當地的一個觀光業 其實你可以看到 遊客銳減之後 平均住宿率已經降了一成 而且除此之外 像是東大門夜市 據了解他們的人流量 只剩下原本的一成了 真的非常的慘 所以現在政府到底要不要出手來幫忙呢 交通部長王國才17號的時候就表示說 他們將會預計要投入30億元的一個經費 要投入來推出什麼呢 三波的振興計畫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有待的是行政院這邊來排版定案 渴望可以在5到6月份的時候 就會來上路的 那也看到詳細的這個細則會有什麼呢 經濟部表示5到7月份 會發放所謂的好市加倍券 也就是你花100 其實你可以花到200這樣的一個市值 那麼8月份的整月份 將會發放的是夜市的振興券 那這夜市振興券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機制呢 就其實你只要出示你在花蓮三天的住宿的一個證明 也就是說你花了三天在花蓮這個地方來消費 那你就可以到夜市來領取100塊錢面額的這樣的一個振興券 還有也針對他們的四大商圈來進行一個行銷補助 這行銷補助是多達多少錢呢 50萬元這樣的一個經費 那交通部的部分也提出三套的一個方案 包括了受災戶安置在觀光旅館的一個部分 還有民宿的媒合機制來補助業者 另外就是祭出業者融資方案 以及自由行團客還有境外包機獎勵 台鐵推出所謂的台灣PASS 那以上的這個財經重點提供給您之外 歡迎掃描QR Code 下載我們的APP 掌握更多資訊 以上是今天提供給您新經濟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